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玩笑啊 尊敬的队友们 因为刚才所有人都在发私信 发信息 让我看今天的新闻联播 5月18号 说傅政华又上主席台了 说赶快看 郭先生 赶快看 文贵快看 我看了 这个中央电视台现在是一个咱们的效果 现在已经是效果 具有很强烈的戏剧性 滑稽性 很有意思 这个从昨天 我们上一次节目到现在 然后呢 这个直播之后呢 又录制了两个昨天中英文版的 这个关于出现突发事件以后的 这么可以联络人的这么的视频 昨天到今天 这个引起的反响和 这个各相关事件 引起的联动效应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感觉的 首先呢 让我在此呢 向所有的推友们说 这个你们关心文贵 担心文贵 文贵都收到了 但是文贵必须保持乐观 绝对不能被他们吓到 我们所有的 今天在看这节目的推友们都很清楚 一个国家的 一个政府 叫国家的管理者 当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如果他本身出了问题 和管理能力出了问题 体制出了问题 制度出了问题 社会矛盾加深的时候 就变成了国家的控制者 这个控制者和管理者之间差距是相当大的 管理者是以人民认可的一个政权 和社会之间的一个 这么被管理的一个关系 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当这个互动逐渐取消 缺乏信任的时候 从管理就变成了控制 控制这个时候的社会和谐和社会矛盾 以及人民和政府的关系 就变成了不和谐 和被管理的 和单方的这么一个意味 政治关系学里面更重要的一句话 当一个国家的管理者 转变为国家的压迫者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就该出问题 我们现在很显然 就是因为国家的行政管理 和行政到了国家行政控制 然后到了真正的政权的压迫 对人民的压迫 这是绝对社会不会和谐 社会会各种矛盾背处 奇怪的事情也会层出不清 一个比一个奇怪 一个比一个更加这个后果 和结果更加的有危害性的这个社会 那么从这几天来 过去的这一百多个小时 所发生的事情 可以说每时每刻 都跟全世界人民联在一起 这过去的这几天来 这个各方面的人和我联系 这个各方面的人联系 其中绝大多数让我感受到的是 这个国家和社会之间 已经到了完全 完全矛盾 不是刚才听到中央电视台的讲 这个国家形势一片大好 经济 这个欣欣向荣 人民高兴 这个老百姓感谢政府 然后领导人很烦恼 很亲民 然后美帝国主义都是麻烦 总统又麻烦了 川普总统又丑闻了 美国政府又出事了 又没钱关门了 咱们的钱多都花不完 是吧 社会各方面又出问题了 然后美帝国主义 西方国家 社会老百姓 都很矛盾 很不高兴 没啥跟咱们一起 他们没有未来 我们未来无限美好 在前 当然这不是真的 这当然不是真的 也是不客观的 就从我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到 这是绝对不客观的 在此呢 我必须要说几件事情 这个昨天我说到了 两个咱们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和老人家一起 在一个房间里边为我唱的歌 真的是 我起来看的时候是凌晨大概两点多的时间 我看这段视频真的是 我哭呢 现在屋里有我太太 我又怕把她给惊召了 不哭呢 你心里难受 那种感觉任何推友看了 无法形容 一家原来三代都是军人 孙子现在还在队 孙女还在队 然后老人家 和儿子一起 向我祝福 表达对我的担心 然后说文贵 你也是我们的儿子 这个让文贵太感动了 就这也住在一个破屋子里面 一家人家 两代人住一间房 孙子回来 就是另外一间小房 就这样的事情昨天发过来以后 我真希望中央电视台也敢把这段剥了一下 看看跟刚才剥的一样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社会需要真相 需要绝对的真相 那么绝对的真相不能给他 相对的真相能不能给 相对的也没有 但就是绝对的假相 绝对的假相为什么 就我说就是成了绝对的控制 另外 这个 易珠宝还有范雅的这个朋友 为了表达对文贵的担心和关心 要捐钱 要甚至卖房子 然后呢说 只要我一生这个呼吁 大家愿意 不吸气大家 去自焚 去点火点汽车 这些事情 这是让我很担心的 就是大家是被压迫以后的这种反弹的力量 借着文贵的这件事件 成了一个情绪 和一个发泄的一种这个理由 同时呢 也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这是很可怕 那么同时呢 这个其他人我发来的这各种关心和担心的视频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 我真没办法一一的说了 但是我再次强烈的呼吁所有的退友们 我再次会任何人不要有任何这个冲动的行动 这种冲动的行动就是给我们的敌人 盗国贼们给了他们借口 特别说到这个纽约我楼下表达知识 千万不要 因为你们很辛苦都活得不容易 影响你们的时间 还影响你们的安全 更重要的事情 这事情一点都污补 而且咱不到那个时候 而且我呼吁所有的退友们现在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昨天看到了杨建立先生 已经向 呼吁向白宫十万签名 我觉得这事情已经发出来了 这个我不反对 如果提前给我商量的话 我一定不同意 但已经开始签名了 咱就不丢人 咱不能说十万人让他签不了名 那盗国贼多高兴了 盗国贼就想 你看你连十万人签名都没有 你就什么了不起啊 那他们又开始仰起脖子 不知道说啥了 翘着二郎腿 抽着烟 摸着黄烟女士的小手 那又开始 不知道怎么想了 所以我强烈呼吁 赶快想尽办法 咱把这十万签名 给做吧 这个是咱是合反的 这个不要大家付出 不要面对危险的 不用付出太多的 能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我觉得 这个除了杨建立先生的呼吁之外 第二个我呼吁的 杨建立先生也开始在聚集做的 那就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赶美节 我觉得大家出思想 出创意 咱们现在要做好准备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目前我强烈的 要求推友们在方便的情况下 可以去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比如说昨天毛省的 这个 这个在职的警察 他说他准备 这个做一次医生中最勇敢的行动 他说今天有领导要视察 他准备要干个大事 那可千万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领导 他这个 咱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 但你那做了 就把你毁了 把你生命毁了 把你父母 把你的家人 那都毁了 还有你未结婚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女朋友 那都毁了 千万不能这么冲动 那后果极为严重 那西藏就是由 那人呢被逼的自焚 最后这罪全都在了 尼哈林斯大拉拉拉身上去了 那多灾难了 那新疆有的是很多方面 包括云南 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 就成了人家盗国贼们的戒口 千万千万不要 这些冲动 不理性 不守法的行动 咱千万不要 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继续繁荣 继续稳定 这是绝对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追求和诉求 争取 国家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的权利 基本的 给我们应有的一些尊重 还有我们的利益 这才是核心 千万不要跑了这个主题 一旦脱离这个主题 我们就要 就会发生 像八九事件天安门一样 就是会让很多人流淑鲜血 会让很多人 这个这个家庭 妻离子善 家和人亡 千万千万不要 这个任何事情 我认为 物无美恶 过则未灾 这是我信奉的一个原则 任何事情 你做到过的时候 它一定成灾 今天的管理者变成了 压迫我们的政府 这个很多官员 和盗国贼们 就是因为他们把事情做过了 假也做过了 这个这个宣传也做过了 它成了灾了 大家都不信了 我们这个过去当中 各种争取和诉求的 这种各种行为 有些做过以后 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 真的是 推友们 您不知道 现在咱们这个事情 引起了世界上 不大的关注 这个绝不像中央电视台说的那样 世界上的关注 超出了所有管理者 和盗国贼人的想象 他们绝对不知道 你们可以想象 他们的每天24小时 每天早上 给领导说假话 然后早中晚饭 还得看着跟谁吃 还得拍马屁 然后呢 再给自己下手说假话 然后再去会 中午再睡会儿午觉 然后呢 再喝点酒 干正事时间不多 他们听到的都是假话 所以说 他们对世界上的情况 了解很少很少 这就是他们形成了权力的傲办 和骗人 骗到连自己都相信的 这种恶果轮回 事实上大家 完全他们不知道在国际上 照着什么影响 我没办法现在一一的说 因为这对我 帮助我们的国家和政府 这是完全是伤害的 我也做过承诺 但是大请大家一定相信 我今天文贵可以绝对是 自信的 我负责任的说 在八九到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事件 任何一个事件 中国的事情 引起全世界这样关注 而且这个关注 是立体的 他不是说政府 或某个情报部门 或者说媒体 绝对不是 这是整个西方 和国际社会 各个方面 从垃圾工 到这个 这个政府 到各个领域 文化界 这个学术界 全面关注 这个 这几天在欧洲 在日本 有几个大的学术研讨会 这几个会 几乎是所有的主题 都在谈论着 这个媒体的新的时期到来 也就是说自媒体 那就是什么视频的时代 这就是刚开始 我和贺民先生沟通说的 我说人类上很快就没有 平面的传统媒体 一定是自媒体 自媒体的形式就是视频 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大家 这个轰动 可以看看我的推特 一天两千多万的 这个转发的观察量 这个任何一个视频 然后在推特每天这个 印象数就是点击数 10亿就在就在国外 就不包含国内的 这是任何媒体所做不到的 大家看到了我的视频 每一集出来 大概每天都在16万到17万 但是加上其他的 每天大概都在45万左右 这个是任何媒体 不可能做到的 连我的这个YouTube的订阅量 从两天是1万多 就这几天已经4万多了 很快到达5万 就会让超过明镜了 超过和平先生了 现在收发量已经超过美国资源了 那么这个事件 应该全世界媒体界 传媒界的巨大震撼 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英文版 现在推出比较慢 推出以后 这真的是引起了世界级的震撼 每个人都从这个 大家能听懂看懂 还有一些了解的 这种这个中国的一些文化 和语言上进行了对比 大家很惊讶很惊讶 我们现在在中东 在非洲很多地方 都形成了地方语言的版本 非常非常多 这个一个前首相 刚刚从非洲回来 昨天在纽约在做演讲 他跟我说 他带非洲刚刚回来 非洲几个国家的元首 拿着他们下边 给他们翻译的版本 让他们看 所以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昨天上海的 一位老领导 和他的夫人 给我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这个朗朗上口啊 我们推友当中 他说这个 赵岩先生 可以回来当公安部长 郭宝胜先生 可以当咱们的 这个教育部长了 也可以监管宗教协会了 特别是 对说 这个原来以为 刘刚先生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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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近出的一些主意 和这个实际经验 他说文贵啊 这个跟你最近这几天的遭遇 这非常有意义啊 有借鉴作用啊 然后 就这个 唐博乔先生 写了几篇文章 在国内大肆的这个转发 大肆的转发 然后这个李洪宽先生 给文贵这个 祝福的视频 这个在国内也是大量的转发 大量的转发 说这个李洪宽 回到时间老说你这个不好 我们很烦的 但是这对你的祝福 说明什么问题 这就是说 所有的华人的心事 连在一起的 另外这位老领导说 他要给大大大大领导 他要写一封信 他要以一个老党员 老革命的身份 让他好好的说 放开郭文贵的视频 让全国人民党员都看看 如果有 咱们应该去 如何面对啊 一个解决 这是个机会 没有 那也对大家不是坏事情 因为文贵 他是出发点 没有利益 政治名义上诉求 只是他家人那些事情 从目前看 文贵要是只诉求自己的利益 他完全不必要这么做 他承担那么多风险 这都让我很感动 就是他老人家 这个这样身份的人 都这个年龄了 老伴还在医院 他竟然对我们 推荣 每个人朗朗上口 现在还有几个 说了几个女士 我不说 因为有的人是在国内的 怕影响他们的安全 特别是 这个另外一位老领导 是在这个 广东度假呢 给我打电话说 现在他陪他的孙子 孙女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家里边的警卫人员 每天 都等着八点看这个直播 说这文贵说的话 接地信 是实话 说每个句话 都能在旁边找到参照物 而且现在说 翻墙 这个到他们那处的这个 宾馆 这是国家的这个保密宾馆 是对外的 他们说你们可以 早上 去看郭文贵的这个直播 说现在跟新闻联合一样了 而且是直播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社会上宣传过了头 媒体控制造成的 这种反作用力的这种现象 也不仅仅是文贵的爆料 这个造成影响 是因为这种物极必反的 这种物理和心理效应 所以说现在国家的管理者 很多人真的是 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包括也有这几天太多人 给我打电话了 这个我的好朋友说 文贵啊 你绝对你不能再回来了 这些地产商恨死你了 恨死你了 各归委恨死你了 他说你不要说你到机场 到北四环 他文贵啊 你下了飞机就把你给灭了 而且是昨天有个朋友说 你要到香港 香港现在政府 第一次没有出面回应 你在说的那香港有黑屋 我当时这个 苹果日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说香港有没有存在非法执法的问题 我当然有了 过去几年来 在香港有几千个警察 在那块常住着 在华人大厦 在铜锣湾有半黑暗的地点 在火摊有黑屋 要不然 马建福部长的那个香港的太古 那个城的房子 谁去收的家 谁去打开的门房 而且有人都把这个视频 已经都是发给我了 而且香港的这个肖建娃先生被带走 那些视频在哪呢 肖建娃先生在香港的家 他的同事家谁收的 过去这么几年来反腐当中 大概有将近三万人 都在那个香港有 有房子有家 他们的房子是谁去收查的 谁打开的国险规 这个马建福部长在没有被双规之前 他的下主就专门负责在香港干这事了 香港的警察是视而不见的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什么老百姓还相信 香港这个一国两制 这个基本法 这个这个不到香港执法 根本的就是骗人的 香港人民太相信法律 太信任政府了 那么政府警察 他装作捂着这个眼睛不见 我只是说出了七百万人需要的事实而已 然后这朋友说 你到香港去 香港人在那边你捏死 得被你扔海里面去 从香港往北 他说广东还好 再往北看 他说基本上你就 他说哪个地方也不能去了 那文贵你就顺步难行了 这个很担心我 我说我 谢谢你的担心 但是 你刚才说的文贵所面临的威胁 和威胁 恰恰就是文贵的价值 如果文贵回去了 被铺了红绿毯 大家鼓手 欢迎欢迎欢迎 那文贵他就惨了 那我就是个骗子 那我又在这有问题了 所以呢 这些朋友的 关心和担心 我都可以理解 包括你们的很多意见 我会听进去 但是 听了你们的意见 什么都听你们的 那就不叫郭文贵了 那就不叫郭文贵了 包括这位 这个老领导 对这个我们推友当中的 每个人的水平 这个关心 他们说原来不喜欢唐柏桥 特别不喜欢 但是最近看了唐柏桥先生写的文章 刮目相看 刮目相看 说跟某些这个主持人 道听突说 这个这个 完全是在网上收拾的信息 东拼西凑 和演说 不一样 他说原来赵岩先生 他以为就是搞这个 完全是维稳的 这个这个素权的 他说最近这个赵岩先生 这个这次的调眼泪哭 对博训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就是这样的大男人 这样的表白观点 说出了事实 他认为 非常像隔壁的 就像自己的邻居一样 甚至像自己 然后对郭宝胜先生 这个温尔文雅的这种 这种形象 威威道来 然后说 哎很兴奋 这个非常兴奋 这都是超级有影响力的人 那么他们也是特别有意思 就马上给我提供信息 说这个博信韦石啊 非常坏的 他说他有俩弟弟 叫他本名叫孟维参 是河北人 他有个弟弟叫孟维松 你看看啊 啊孟维松 这个这个这个 孟维松 还有一个叫做 啊孟维康 麦维康 一个米康 啊孟维康 还有一个是什么 孟维参 啊 孟维参是 这个这个 这个 最起码有四个 推友们 啊 外交不认识的 说 跟曾经跟他们家人打个交道 就是给你删体啊 就是给你删废 而且跟各个部门有联系 而且刚刚去香港 有一些部门给他们许诺 就是大家这种力量 团结有说 你看看当时 这个赵岩先生说到博讯这事的时候 他说我们觉得赵岩先生是有正义感的 就是这么多人在对这一个 共同的一个人一个事 得出了统一的标准 真实的评价不受任何人所操纵 这就是我们自媒体 和文贵这个节目的这个核心价格 现在通过我的这个一次次的爆料 大陆的很多的内部的朋友 都是根据每次提供的进去核实 比如说这个SOHO PAN11的这个房地产 很多人竟然就查了资料啊 给我的一大堆资料啊 一大堆资料啊 说这个博议身体这个完全是这个这个 准确的 而且比你想象还夸张 说里面又伪张的盖了一些房子 商业房 伪张的改了路 然后楼层改高 然后这个这个销售当中这个数据部服务 建筑面积和容积率之间 实际面积都有差距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这不是以人民的名义 这叫人民的力量 然后这个黄恒烟女士啊 我这本来这两天不说你 我简单说两句啊 不好意思啊 发来的 你亲自批过的 你签过字的 画人家真的像个狗脸一样的各种文件 多了去了 多了去了 就是这个所有的人 对我这个爆出料以后这个人民的力量去搜索 去了解 太可怕了 包括我就说出了 朱茂儿老弟的名字 众人事务所 还有张学冰 多少人发了文件 说张学冰这人就是个伪君子 报的太好了 说这是坑闷拐骗的 玩弄司法 然后和这些傅政华这些盗国贼们 这个串通一起 然后当打手 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 然后提供很多文件 这看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这就是很多当权者和盗国人们 他们害怕 又看不起 带着那种嘲讽的眼神和眼光 他们这个这个这个 不愿意面对的这种人民的真正的力量 和正义的力量 哎呀这感触太多了 然后这几天来大家对我的担心和关心 他们每个人每个人 到现在我们收到一个人说 爱文贵你不用担心 他不敢跟你怎么着 一个没有 所有人都给我说的都是 一 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这个所有的当权者和盗国贼们 我希望你们想一想 是谁造成了中国的老百姓 让今天任何郭文贵一个老百姓 说一句话 就达到了十亿的关注量 国内都是六七亿人来看 几亿 这十几亿的转发量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大家不相信你们了 是一时一事吗 不是 是一直以来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 你可以相信国家 你可以相信政府 你们扪心自问 为什么到了今天 事实上 客观的说 不可能都是假的嘛 而且 我说中国中暑当中 包括这两百多万的钱 绝大多数 绝大大多数都是好的 但为什么让老百姓 这百分之百不相信你们 都警告文贵 第二 说这个社会 比黑社会还黑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为什么 能让社会上 对一个国家的政府 就因为你几个盗国贼啊 你绑架了国家机器啊 你绑架了习主席 你绑架了这个政府 形成了和人民绝对的对抗 你在那玩中央电台 把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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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这都是笑话 这都是笑话 你们杀人放火 没你们不敢干的事 昨天 我有几个政府的官员 他们说 郭先生 我们期待了他们对你进行行动 这些国家就把我当成的小白鼠了 现在把我当成鱼饵了 钓你们这个大鳄鱼过来 让你们对我暗杀 扔板砖 然后呢 给我捏造了那个我杀日本人的这个 这个报道 这个昨天我们的律师团队还有政府官员说 从报道那一天起 美国政府还有欧洲的几个政府已经高度的重视 包括日本成立了专案小组 我相信有些官员是能听明白在国际的 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同时把这个孟宏伟派到的国际 刑警组织当主席 每年拿6000万美元 然后为什么就在那个之后叫博讯爆出郭文贵 杀了日本人刑事案件 你就是制造刑事案件把郭文贵弄回去吗 全世界都看着你撒谎 只有你自己的权力和傲慢 你让自己不面的事上欺下骗 你的乌托邦思想 乌托邦主义 你的大驱文化 毛齿坑的文化 建国的阳光的文化 就让你们这些人自欺欺人 傲慢无比 你以为蒙上眼睛这个世界都看不到你了 不知道你干什么了 今天傅振华先生又坐到主席台去了 他没罪 所以说 这个这个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 都已经是大陆的零天三四点钟了 我广东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他说到现在为止 他说你看看啊 人家巴西的巴西的总统 就是因为当时给参议员 所谓的提供了这个资金 让他闭口 这个录音没放出来 已经成为国家法院的这个立案的证据了 他说 傅振华 他弟弟的录音和傅振华的录音 和给你打电话的居住 包括他收钱 为什么没人查 他说这叫反腐吗 他说在你这个事情之前 我是相信是反腐的 但你这个事情 我绝不相信他们真的反腐 他说傅振华不抓 傅振华不查 他说你可以不抓 但你不能不查 还天天让傅振华 一次次的坐在了主席台上 和中央领导人在在一起 是傅振华绑架了中央 还是中央在 像这个这个利用傅振华来宣誓 我们就是要保护这些人 只要管用 敢干 符合我的利益 不存在什么反不反腐的问题 那法律根本就不在话下 这位老朋友就本身就是干政法的 他说文贵我 我们也有贪污 我们也有受贿 我们没被抓 我们随时主要被抓的准备 但是这个事情让人看不下去了 他说竟然对你采取了这么多这样的措施 他说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你要不说我们怎么想象 他说你说完了我们 我们干公安的 干公安法的 都进行了核实 他说这是一套祖贺权啊 从2014年抓你的 这个年底抓你的儿子第一天起 到2016年1月10号 这么多人抓你的家人 到后来抓马天副部长 到一系列的胡舒立的造谣 权力的猎手 然后什么 我到家里面读读那个字 到访问我家祖坟 说我是草根 然后什么盘古会盘古俱乐部 我和另一计划的关系 这位老领导说 当时有中央领导明确告诉他说 他替我说话 他说你不要问这话了 郭文贵跟另一计划不是一般的关系 他说现在查明了 你跟另一计划没关系啊 你跟马天副部长的事情 他说那不应该说是没事 那你应该鼓励啊 你给国家利益大功啊 马天副部长也有功啊 他说这个张岳书记是跟你也没关系啊 钟永康跟你没关系啊 这位老领导就受不了了 他说这样的东西 那这叫什么反腐 不是以警反腐 不是以黑反腐 也不是以贪反他了 他说这些人到底是他们绑架了国家机器 还是这些国家就想让这些人就是一起认 都是绑架国家机器的人呢 所以说任何领导我希望你们给我说文贵 劝文贵的时候 你们扪心自问 这些人说的话 和这些人的问题 有没有道理 如果文贵说的话伤了你们 或者你听得不舒服 我希望你们站着一个人的立场上 你们觉得这正常吗 半年前我就说傅振华先生 各种事情 包括我前天说的傅振华他弟弟 到最后抓我家人之后 还要约了我哥 去了桑纳房脱光屁股 怕录音 还要北大方正的金融牌照 为啥不能查呢 这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为什么不能查呢 傅振华娶了这几个媳妇 他前七里经这么多财富 他弟弟玩上百亿的钱 为啥没人查呢 然后让文贵相向而行 就往你那方向行 听你的 然后傅振华没事 永远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的 你给我啥 你给我这长三脑袋 你给我这割俩脑袋 长上我身上去 你把这个国家给我 我都不会跟你妥协 现在我妥不妥协 也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退友能答应吗 这些老革命现在说了 文贵你绝对在这事上 不能跟他们拉倒 你可以把我全家人都抓了 都杀了 但这事上能拉倒吗 你骗得过一时 能骗过一世吗 现在所有人都说 文贵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任何情况下 他们都不会放弃 把你给弄死 把你给弄惨 把你灭口 我今天在这镜头间说 文贵任何情况下 都没有放弃过 也没有天真过 说这些人想弄死我 灭了我 不仅仅是暂时的要叫我闭嘴 那闭完嘴的下一步 一定找机会把我弄死 这是肯定的 我半点不怀疑 大家一致的对他们的怀疑 和不信任 和看着他们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现在爆料的价值 今天所有人在没有任何阻止的情况下 形成了一致的共识 这个就是外国政府的一个领导说 他的团队每天告诉他 他一开始真的觉得不信 他说我看完以后 我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再往下发展 他说我就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了 为什么 到目前为止 自媒体上没出现过一个人 特别是跟政治有关的人 是99.999 全是支持的 实际上的0.0001 那还是五毛 到现在他们说没发现一个爆料的人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查到说 百分之百 到现在没有人证明是假的 我特别希望是郑友所说的量是假的 而且从自媒体以来 无一个人能达到今天一天的关注量 而且是全世界级的 为什么呀 不是郭文贵牛 也不是郭文贵伟大 是因为我说的这件事情的真实 它影响了全世界很多人的利益 而且这件事情的本质的对照物 就是我们的盗国贼们 但是如果过于我是一个小船 我呼喊 我喊救 大家同情我要把我救船 现在我已经跟全世界的大船站在一起 我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不面对 这个大船就会 你听到了撞向冰山探探尼克号的感觉 不管你在过程当中多么浪漫 多么的失意 最终都要葬入大海 全世界世界都听进去了 非洲人民都听进去了 那亚洲人民就更不用说了 日本的某个媒体说 他们现在是被日本政府要求 每天要向他们报告所有有关我的视频信息 而且翻译成即时的日文 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和他们政府情报部门的 这个提供的信息进行对比 现在N个国家 就为了我的视频和我爆料的信息 都有专门小组来翻译 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包括现在正在看的 美国N个司法部门 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 而且即时翻译 这是花很多钱很多人意的 为什么 郭文贵从爆料到今天为止 他们这些国家机器机关都进行了核实 我拿了傅政华先生的几套资产 跟某个部门看以后 他们让我放在那里说 你不用给我们看了 我们知道你有这个 这也是真的 我们早就掌握了 而且人家把傅老三的语音已经全部提完 把傅政华语音全部提完 就这些国家的管理能力和行政执行能力 真是不是说今天中央天然台 你都说几句 能形容的 人家这真叫管理能力 现在 各种对我的威胁 也这么多 所有给我发布威胁信的 说什么怎么着我的 这些朋友们 我一点不想你们提 我都能看到这发出来 当时你们领导怎么让你发的 为什么让你发 这个词都是他们组织好 不带有你们个人的情绪 而且我相信你们 反过来有很多人还在帮我 我不恨你们 我恨你们的极少数 极少数 在国家机器面前 在国家面前 他们是几乎不占数字的 那几个斗锅贼们 从第一集 我一开始说话我就讲过 过去这五年 就那四五个人 绑架了国家 乌烟瘴起 以贪反弹 以警反弹 以黑反弹 以警治国 我为啥我说 昨天很多人都说 你为啥说你三不反 我很简单 我到现在为止 我掌握的所有资料当中 和我和所有人交参当中 绝大多数人 超过八九十的人 都认为 中国这个希望真的是习主席 在军队的反腐 在军队里边的这个反腐 在各方面的共性性上 因为我认识太多军的人了 大家认为习主席是真的 真为国家招行 而且是有战略 有这个勇气的 为啥我说 很多人说郭文贵无知 不是说千年不出的圣人是习主席 我说的是往回查千年 有哪个皇帝总书记 国家领导人 能有角色权的人 他们真真正正的 像他有这么 有胆量 他挑战了这么大的利益集团 而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真的是没有 还有他必须照顾过去的 什么这总理 那书记的这个各种利益集团 他周围的这些人 各种利益关系 太难了 因为我掌握太多信息了 马建副部长 在十八大开完的倒数第三天 曾经到盘古来 我们一起建一个国家的安全部长 国防部长 还有教育部长 他提前到了一个小时 我说这个十八大这个会开完了 现在人事也定了 你希望习主席是啥样子 马建副部长毫不犹豫的说 如果习主习近平主席 他要是马上推动中国司法改革 他说他会死无上层之力 因为这些人已经把司法 国家司法机器 牢牢的控制在各种人控在手里面 因为压迫人民 防止政治对手打击自己 他们会拼命的 但是中国最大的威胁是军队腐败 他军队如果不去把这个腐败问题解决了 他说早晚一天军队一定会造反 而且不是一天就是一分钟之内中国就结束了 他说他必须抓警惠 他必须在分队反腐 然后第二步 他说他一定要抓这个司法改革 最后他在推可能宪政民主 他说在三四年以内他必须集权 他必须的集权 他不集权就成了这个九龙治水的局面 不打格开 他说就九龙全都是吸自己的水 九个山头 这个分权自知 会把这个国家毁 他说但是习主席要不给他点时间 他要不拿着魄力去改革军队反腐 和地方司法改革 他说这个国家没希望 他说中国人 就像过去在这个全世界大桌子的一个晚餐前面 中国人刚刚要爬到桌子面上 他说如果这个时候中国稍微出来的事 直接掉桌子底下 他永不可能再回到桌子上 他说这就是中国人他要韬鋼扬晦 绝对不能折腾不能乱 我深信不一样 这马加福网说现在看到习主席是唯一的希望 能在这个关键的几年能走出关键几步的 而且他说他的思想和想法 那都是很多领导人当中 他说很多领导都讲假话 讲不负责人的话 官僚的话 他说习主席的内部的假话都是实实在在的 他说这个人不说假话 很实在 所以我真的是听进去了 这是为什么我说他的千年不出的圣人 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包括习主席的发小 跟我是绝对的好哥们 很多年以前 蒋习主席的从小穿了他姐姐的一双花鞋 他不好意思 结果他姐姐把鞋用墨水给他染了染化了 把他穿出去 包括习主席 当时梁家河子的一位领导 这个腿断了 去福建看病 习主席到火车站里边去接他 自己背着他 然后特别低调去看病 养着他 每天还陪他聊天 最后看完以后把他送给他 背着他上去 很多这样的故事 这都是真实的 包括梁家河子的很多事情 我都是他犯了 那时候习主席还在福建呢 他家里的事和他本人的事我是知道的 他是为人我是知道的 很多次让我热泪盈眶过 这是个真是了不得的这个人 就是很接地气 很接地气 后来到了浙江啊 又到上海什么的 到北京 到了一系列 奥运会的时候 他是奥运会的这个指挥的主任 国中央的 那么我们盘古是一个安全的指挥中心 安全的指挥中心 所以说他经常到奥运村去 那所有的安全的指挥都在盘古去 就是说我对他是有些了解了 当然谁都不是完人 我们说千年不出的圣人 这有点祸啊 有点祸 有点祸 但是我觉得他是个我们唯一的希望的人 第二个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情况 绝对 绝大部分是好的 我不相信国家 说希望中国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 包括郭文贵的事件 包括这种贾反腐义贪反 绝不希望 国家绝对不希望 不符合国家意义 不符合这个政权 他只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他的出发点 他的目的 他一定是好的 医院一定是好的 他是体制出了问题 这个乌托邦主义 骗子主义 谎言主义出了问题 他们不让我说 哎呀我这说到这就说 说激动了 这冷静冷静 哎这老领导说话 我得我得搂了点 其他一位老领导说啊 文贵 不要再提乌托邦 干你什么事啊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什么我们这大暴水中区啊 我咋是暴水中区了 不是啊 我这位领导你说我真的 我没说你都是暴水中区 我说是这个体制 这个思想和理念 是暴水中区 这个 特别是上海这位老领导说 文贵啥我都可以告诉你 你说我们暴水中区我不同意 哎我 我真是 当时跟他吵半念 啊 涉及到你个人利益了 你不同意了 对不对 那不是我说的 乌托邦 这是来自于英国呀 从英国搞完以后 就到了德国 就德国发言完了 就是列宁从这就带回到 整个一路上小跑 带着这这这这这这就回去了 是不是 我说就是我 我的知识面就那么多 这就是事实啊 那么这为什么 近年我们社会上 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的 假 大 空 傲慢 权力的集中 没有监督 现在是全国人民不让说话 什么年代了 信息的时代就是让大家精神上的一跃 精神上的一个大自由 然后智慧的对创 创造了人类新的文明叫精神大爆炸 精神何时代 自由 精神自由的失败 这叫自媒体 这叫新闻信息的时代 科技发明了一个iPhone手机 过去俄罗斯第一次送上卫星的一个电脑 把卫星送上了 把这个这个送上了月球 它最多是50万行的牌马去 50万个字 现在一个iPhone手机就是600万数据员 一个手机都有这么大的力量 你能管得住吗 管不住啊 所以说不面对现实就说假话 天天说假话 世界形势一片大糟糕 咱们形势一片大糟 世界人民都缺钱 咱们钱花不完 是不是 世界人民他们都是懒得要死 都晒太阳 咱们天天睡不见 是不是 北京的规划没有问题 北京的房地产没有问题 没有腐败 我们的银行没有滥账 没有腐败 经济一直向好 老百姓非常开心 没有雾霾 那雾霾那都是西方给咱们送来的 没有假视频 我们的视频都是最简单的 所有网络控制的人 这个网络不让讲话 原因很简单 不让管的就是敌对势力 我到咱们都在国外的人看过 啥时候这个敌对势力 咱没看过西方就希望中国乱的 我真没见我真要找出一个来 昨天 这个咱们这个几个海外的领导的 在有影响力的人吧 强烈的说 杨建立先生 这个推荐来做这个赶美节 非常之好 这赶美节 说在美国官方数值430万人 华人 事实上大概达到500万 就说 他说这次赶美节一旦成功 能把500万的这个美国的华侨们 华人 团结在一起 这是对美国社会一个最好的沟通 极为赞成 绝大多数人赞成 咱要在国内搞赶美节 我估计咱全程叛国贼了 早就抓下来了 后来我说咱们有个赶美节 在法国可以说赶法节 赶英节 赶日节 赶港节 都可以有啊 我们都是说真话 办这事吗 我昨天给杨建立先生发了信息 我说只要你 把这个赶美节做好 钱我出 钱我出 你给我拿出个预算来 我就要求你就是三条 第一条 要在国庆节前 今年国庆节前 一定完成第一个赶美日 然后 我要这个 把这个赶美日达到300万华人 全力支持 然后另外一个 就所有财务 我可以支持 但同时 要接受财务上的这个独立 在从推友当中选出一些人来 进行健康 咱贯成一个 不要千万 我说我给杨家丽先生说 不要咱这人家 美国政府 说咱赶美国呢 感谢美国 结果上美国政府要钱去 咱不能干这事 咱俩有什么 我感谢你 你给我点钱吗 那叫赶美节吗 那叫骗美节 所以说钱我出 但是一定在今年中国的国庆节之前 咱要完成第一个赶美节 然后要把300万美国华人团结在一起 然后不能要美国政府一分钱 这就是我的要求 我希望所有的推友们也会议这个事情 就通过这个组织 通过这个力量 像西方这些证明 中国的现在这个 所有的这个华人 和现在新时代的华人 和现在我们看到的 盗国贼们这所说的说的话 不一样 我们不都是中国人 都穿着长袖子的西装 然后呢 穿着那个那个老头鞋 然后探着肩 背着受电费的长包 都是这样子的 不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中国人现在形象不一样了 我们的西装也都不用那么长的袖子了 我们不都是穿老头鞋 我们也很很有尊严 很有形象 我们新一代人很多人讲 一个国家讲三亿多人讲英文的 就中国了 就三亿多人讲英文就中国人了 而且我们是对西方的文明 绝大多数信仰都认可的 我们更爱国呀 爱国的最好方式就了解世界 面对真实 这个感觉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拜托所有的队友们 出良言 谢良记 全部参与 呼吁 把干领劫做好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大家关心我的这个安全 各方面的问题 这个大家的担心和关心 我是文贵非常感激的 但是呢 希望大家要既有 我们大家绝不孤独 这一次 文贵的事件 能把这么多 咱们有良知的 善良的 绝大多数的咱们华人团结在一起 这已经证明了一股力量 已经证明了中国人已经在思辨 在新的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和平台 在文贵这次爆料的平台和舞台上 将有无数人唱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的乐章 这次文贵爆料创造的这个舞台 是所有的有良知的中国人 所有的华人 一个最佳的散失个人价值的机会 昨天有一位非常影响的一个美国政府的官员说 他说Miles 你一定要坚信 这次你的事件 一定会让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国 而且下一届的领导人一定会从这次事件当中发生 而且这些人一定一生当中给你这次爆料都有机会 很多华人会因此跟西方走得更加紧密 我这点我深信不疑 就文贵这次的爆料到了今天 形成这种效应是超出了说说说有人的想象 这是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有智慧的人 有良知的人 所以说过去三十年都在看到中国改革开放 各种声音从来没这么形成一致的情况下 这一次大爆发 无论是八九六四的在海外的同志们 还是我们所谓的民 我们民运的人士们 还是各种这个宗教人士们 还是教育界文化界各种的海外的这些海外华侨们 第一次大家统一了认识这是第一次 这是外国人这么认为的他们太惊讶了 就是咱们大家现在在这个舞台上 都能把自己的想象和想法发出来 让大家共同的来进行交流 还有这个沟通寻找出正确的答案 同时中国这舞台了解更多中国的真相 然后追求一个客观的中国的 所未来的需要的一个真理和标准和体制 很多现在国内的盗国人们 他们手里拿着枪拿着刀 拿着宣传武器 国家机器完全现在把这种现象 他不认为是这样的 还在无知 还用一贯的传统的做法 以思维来理解这个事情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很多话在这不能说 我非常希望所有的孩子们 新一代孩子们 你们要看到 你们发的信息 安扣 让我感动 很多人说这话 你这么劝我都没办法说 不要泄露你们的信息 我还是要说句话 我们这些天来 这么多年轻孩子的参与 我认为这就埋下了我们未来的一个火种 一个美好的希望 就让你们如何通过我这件事情 去思考你们的未来 你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年轻的一代的 特别抓住这次机会 要把自己的追求和人生价值观 这个正确的通过这些信息 能寻找到你们的方向 这是个巨大的资源 从来没有一个平台 每天给上十亿次的人看 超过二十亿次的人看 不知道刚才说不包括国内 包括肯定超过二十亿次啊 可能一个人是一百次两百次 这种影响力和这种信息的沟通 和这种真相 这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财物 你只去拿个手指子看一看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 形成的手机的科技 然后把它全球化 然后又和中国和世纪人的未来 和真相连在一起 这都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各大院校这几天都成立了 这个文贵报这个视频直播的各种研究小组 我过头几天大概在两个月前说 这美国呀 英国呀 法国呀 日本德国呀 这些国家都成了这个专门小组 情报部门 政策系统都有 但是这些天来突然间连非洲 连各个小国家 各个组织各种院校 都组织了现在研究这个视频 和我所有报料的信息 大家去想想 如果第一天我爆料到今天 我要说假话 编故事 有个人的私心残念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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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据一切 能走到今天吗 全世界人民能让我走到今天吗 郭文贵是唯一一个纽约时报 站出来替文贵说话的 郭文贵的爆料是真的 前天我一个美国的最好的朋友 带着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是原来美国的一个政府官员 曾经在俄罗斯待过八年 做一工做一生的 他见我就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 在纽约时报一周内出现过四次的 而且这么大的照片 今天一会儿 纽约时报又来找我照照片了 又要上了 他不是你多出名 是你的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我另外一个美国朋友 头两天去政府开会 结果被人家堵了电梯口 问他 你认识麦尔斯国 你告诉我 你给我说了他 每个人我认识他 他说麦尔斯国不让我谈谈他个人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问他说 我认识麦尔斯国很多年了 到现在为止 我没见麦尔斯国说我一句假话 我没发现麦尔斯国的缺点 他也没有任何野心 很多人以后要搞政治 他说他绝对不会搞政治的 所以我这次的事件关键的是 真 还有一道 我没有政治目的 我没有金钱的目的 我没有获得名声的目的 我真心的就把我这个 用我全家人的安慰生命 把我妻子变成这个样子 把我女儿变成这样子 把我爹娘变成这样子 我娘哭瞎了眼 我父亲坐在了轮椅上 我的哥哥现在都是半残废 我几百个员工的员工家人 一夜白了头 失去了自由 一千多亿的资产被查封 多次生命受到威胁 一个国家十几亿人的国家政府 给我非法的发红通 然后被强奸员工 把李文国大哥那没干什么 把马建副部长拉出来 游街指证我 然后在编造在监狱的每个人 来说我的坏话 一个国家呀 对我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这外国人都在问 为什么这个国家 会让你对你一个人这样的对付你 这成了他们所有研究的核心重点 从这看我们的执政者的能力 和执政者的思想 和世界的这种勾正式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 一系列的愚蠢的行为 真的让我给说对了 从第一集报料 他们的恐惧 就是我们的武器 他们的恐惧 就是我们的胜利 本来他们是利用制造恐惧 让统治老百姓 压抗老百姓 现在成了他们的恐惧 成了我们的胜利 我们的武器了 西方人对这个话已经 研究的简直是 他们说从来没这个思路研究过 现在这一研究他们觉得 一下子打开了中国很多的大门 包括我这几天都在研究全球发布会当中 我们怎么能把这个信息全面的 没有防火墙到国内去 这就是我郭文贵的重要的目标 要打破防火墙 一定要信息到中国去 我认为我能给中国送一些两样东西 我郭文贵死而无憾 第一个推导信息防火墙 叫老百姓知道真相 第二个 让真正在盗国贼的伏法之后 能让这些老百姓看到 你们的钱去哪儿到 为什么你们的孩子教育上不了北大 为什么你们的孩子 抗路都不是上了北大 和上不了什么三大 什么大什么大 教育就是我们的未来呀 咱们的教育部是决绝民族的背叛部 叫卖族部 然后咱们的外交部是典型的叛国部 典型的外交部 我今天在这说句话 王毅部长 还有你的陆康先生 纽近的陆康先生 郭文贵在这拍了胸皮跟你说 你不是说你阿布扎比外交部长 说跟你共同达成了统一意见 阿布扎比永远不会成为腐败者的天堂 不会成为任何腐败者资金藏身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兼职治中国反腐 然后还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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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和你一起搞迁谈 我今天郭文贵告诉你 我负法律责任的 我向阿布扎比所有人 我问过这句话 他说你根本没有谈过任何事儿 骗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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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外交部 睁着眼的外交部长 本来国内反腐 你管外交的 你摻我能摻 你看 多少人喜欢你啊 王毅啊 把你叫到现在的中文来 我们都喜欢你 我们全家都喜欢你 但看着你那副嘴脸 踢这种道公贼人说话 恨死你 翻死你了 你知道吗 看你那小路卡扭着个钉 扭臭了你 北京一个开餐厅的服务员说 你经常去那吃饭 你服务员说 看着你都想拿个货管 扣你脑子一下子 你真的不让他挨揍了 我跟你说 我招你惹你了 我亲自问 我王毅部长 我再次问你 我向中国说的官员说 你根本没有提过这个词 人家说你根本没有说过 就这么骗中国的外星 还有国际刑警组织 现在美国住的机会的人 全部撤回 很多国家在查你这个洪青 私人来源 不要再骗了 不要再威胁了 还有 我今天再说的 傅政华先生 记住 黄月儿女士 北大的朱山路先生 王仁哥先生 郭文贵这些天 乘得了不爆料 时间快到了 如果还是没有行动 认为你们这人还是没事 那对不起了 我这乘得了 我的时间到了 那我就开始了 我就开始了 这两个车子 你别老听 那车子不下来 那没问题 这车子扔下来是没问题的 郭文贵 敢拿了全家 这么高的成本 来追求自己的理想 然后又通过我28年 我兄弟的鲜血 强大了我 我用全家和员工的自由 再次让我坚定的去追求我的理想和目标 哪那么容易就放弃啊 一个人准备了28年的想法 能那么容易放弃吗 事情到今天 你们没想到吧 在半年前 没想到吧 很多你们会想得到 你王毅部长 你不会想到 这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怎么说你的吧 他们要联合起来公开声明 所以 你敢不敢公开说说 我找一个国家声明说 你说假话 这种欺骗 这种假话 在世界上站不住假 不要那么傲慢了 郭文贵的爆料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是真的 你还不去 你这些玩意 和你这些资料 你能活得了吗 现在还继续害扣 今天 昨天 所有直播的时候 外边全部 马上被害客 我们今天用七大办法 我在推特 昨天推友给我发信息 很多人自动被 被自动取消了关注 而且很多人被警察打电话威胁 而且竟然是有人 给我发了Email以后 发出不到半小时 警察就敲门了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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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是那种 比黑社会 太黑社会的这种统治 能坚持下去吗 能长吗 如果你们想让郭文贵 闭嘴 少说很简单 大家 让中国人 知道真相 让大家知道更多的事实 把依法 惩罚那些盗国贼 和贪图分子 把人民存在银行的该属于他们的钱 和这些老百姓看病的保命钱 孩子上了学以后公正的一个去的学校 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几天很多人我建议 国庆节的那一天 中国国庆节那一天 号召全国所有的人民 上街上开车 停下来 恭喜国庆节 哎呀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就是要真相 就是要上网 上网 上网就是犯法吗 哪个国家法律规定的 谁给你们犯法 人家投票了吗 不知道老百姓是翻墙 不要用VPN 不是翻墙就犯法 你们警察可以天天上网 警察 检察官 法官 军人 你们官员可以上网 看色衣片 看黄片 日本和美国和香港的所有的黄色网站 和推特上的黄色音源 百分之六十的点击量 和收费来自于中国 都是那些穷人吗 是雷洋的家人吗 看那黄色片 是那些老兵吗 是范雅被骗的客人吗 那些老百姓吗 是咱们的自由市场的那些 穷乎喊的老百姓吗 一定不是吗 都是你们那些警察公监法吗 这过去说参谋长是习惯 是军事需要 现在是警察 检察官 法官 看黄色录像 上黄色网 是国家安全需要 真是你们可以满山放火啊 不许黑夜点灯啊 老百姓上个正常信息 收个海外信息的 都是犯法抓人 哪有这个法律啊 谁投票了 你们上黄色网页 都是合法的 国家安全需要 然后主要电视台 形势一片大好 然后不行上电视台 游游街去 那些G09的律师 招谁惹谁 进去以后老了十几年出来 你看那些律师出来以后 他们很坚强 但是他们很 很非常的沧桑 任何有良知 你们就想想 这是发生在你身上 发你家里 你怎么去想 这种红色的恐怖 黑夜中的流血般的恐怖 我爆料 叫我闭嘴 我郭文贵闭嘴 你能保证没有下一个郭文贵吗 我最近那天 听到了无数个罪友说 郭文贵你放心 会有N个郭文贵 无数个郭文贵 这是我最开心的 因为我真的 我已经做好了生死整个 我不怕死 我要如果用郭文贵的死 来换起一场革命的话 那我太幸福了 郭文贵这个名字 那将永远的 让这个民族国家 走向一个新的开始 那我太迟了 这也48岁的人了 再活48岁 不可能 再活4岁 不就一万三千天吗 还能咋样 我这一天吃一顿饭 睡三小时 还有什么呀 又不能再娶媳妇了 不能像中央领导生 能娶那么多年轻媳妇 是不是 我也不能再买更多的房子了 也不会更多的飞机和游艇了 我有什么需求 没嘴我也不出名 现在想不出名都不行了 如果我的死 能换来国家的繁荣昌盛 真正的达到了一法治活 真的一法治活 我不摆在世上一回 那这真是太 这是本人的荣幸 说实在 我特别希望你们 帮来个子弹过来 好了 把郭文贵给毙了 那我是成就了郭文贵了 我真的就成了民族的英雄 因为郭文贵到底还有一万个 一千万个 亿万个 郭文贵 我深信不疑 我特别是现在看到这些推友们 发来的信息 这些智慧 我们一个推特党的旗 真的现在有上千上万发来 大家说过啊 我们到今年国庆节前 推特党旗 集体投票 我郭文贵说的不算 到时候我们也会公布招募方式 我不能回答任何人对不对 我没这个资格 让大家一次推投票 大家的智慧 还有现在 你这样的防火墙 我的视频每天都到国内去 那么多人 从农村 小麦店搞旅游的 是不是 杀猪的 卖肉的 卖菜的 无不看这个 现在是老百姓看文贵 爆料视频 爆平安视频 官员看 这个海外的黄色视频 你看啥呀 看山长了 你啥都不行了 不是文贵不行 是你们都不行了 是我看了很多官员都是有病的 当然权力是最好的信要 他是变态的信要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有多变态 就是老百姓 连起码的真相 了解真相的权力都没有 如此之矛盾 如此之黑暗 如此之不公平 所以说这个领导看了 这个海外的这些 这推特上的这些人 都很惊讶 海外的这些华人 有太多人才了 这就是我当初说感觉 这华人有太多人才了 这是巨大的财富 我非常大的信心 我们这次一定会使中国 和中华民族 有更加积极的改变 香港的事今天不让我说那么多 不说那么多 过几条说 说了以后我担心真的是 香港的很多人 香港的地方你再黑 他还有个基本的一个法律环境 香港的事等着我说 下次香港谁敢有几个大富豪 谁敢说给大陆不腐败 多大的腐败 大陆的最后的钱的出口 腐败的重灾地 资金巨像 官商勾结 再叫做官商勾结 这个色权交易 欺骗百姓 杀人放过 所谓的黑色放过 在香港 重灾去 那将是巨大的事件被公开 咱走着看吧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一切都是刚开始 文贵这些天 这所有的经济 真的能写N个电影 太精彩了 牵涉到了全世界 牵涉了几十亿人口 跟很多人的幸福和安康 家庭的欢乐和团聚有关系 我再说一遍 我希望通过文贵的爆料直播 能让所有海外的华人 都能回去家人团聚 啊对 现在香港呢 三分之一在线的香港支持 没错 这位朋友你们说的 刚才你发这个信息就看了 这还不是准确的 我再告诉你一个准确的 香港一百七十万人 每天必看胡文贵视频 这一百七万人要转播一下 什么感觉 这一百七十万人 国内最起码有一亿多人 转播是来自香港 昨天 不是昨天 前天 前天一位香港的出租司机 在去深圳的路上 过了海关以后 警察查他手机 说你有没有郭文贵的视频 这位司机特别聪明 巴 就target了 那个手机呢 是香港手机号 他用了大陆手机 他把那个东西给发那个手机 哎想哪儿没有 后来他问 你们为啥查这个 这位海关的官员说 我们领导要查这个 就是郭文贵的视频 已经成了海关查的对象 更重要的事情 香港的某个重要官员 我给香港的所有同胞们说啊 我是 我爱香港 我爱 我爱美国 我爱香港 因为我从小到大 十几岁出国 就是 日本 是我第一个出国 日本 第二个香港 第三个美国 美国保护了我恩慈 在香港 有在北京工作的官员 被马剑副部长的领导的特殊团队 跟踪了三四年 咱们香港的中共官员 钱不一定敢多大谈 但是 对女色 那贪婪的简直到下三蓝的程度 我说这话 这某个官员是知道的 因为有的官员是跟我喝过酒见过面的 然后就用这些视频 性爱手段 嫖疾手段 就是威胁他们 并安排他们现在成为政府的高官 这些人就配合了这些黑污 非法黑污在香港 包括是挟估他们的银行调查责任 现在我给大家提醒的一个人 今天爆料最后 未来和香港有重大关系 一个人 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政府 马来西亚政府有个最大的出门 叫1MD 1MD的这个老板叫Joe L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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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乎乎的 在中东 跟一个女演员求婚 用直升机跳伞下来 给人家五千万美元 一亿美元求婚 叫人家给 滚蛋 三一边去 就在我隔壁 叫Paklan Hotel 就是他买的 还拍了那华尔街之狼电影 他的老板是马来西亚的 他干爹叫Najibu 搞了马来西亚去送革命 这个人跟香港的政府的很多政府官员 有很多的交易 跟香港的很多明星 有买春的丑闻 还被黑社会给打 在美国政府 爆出1MD的事情以后 这个哥们 长期在被中国政府的 某些盗国贼们 关在了上海 装出来 美国政府全力抓了 这个人在过去的三四年 因为他和中东 像阿布达比 沙特都有生意 迪拜 拼了命的就折腾我郭文贵 为什么 他欠人家大概一百多亿美元 骗了马来西亚政府一百多亿美元 跟中国政府腐败几百亿美元 马来西亚的地产开发联合地 和中国政府的巨大的腐败 这是我下个节省的 这些人洗钱的地方就在香港 而且这些人一起联合起来 马来西亚抓人 去了就抓 就是这些人干的 我前天爆料 我告诉大家 就是 这个马来西亚政府的公关公司在华盛顿 这什么名字都写下来 这个公关公司 叫拉丁 拉丁 说服川普总统 说服美国官员 要把我给绑回去 因为他们告诉这个阿布萨里 还有伊朗 还有其他几个国家说 中国政府 施了三年到四年 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和任何的证据 能把郭文贵弄回中国 包括他们尝试习主席 访问当了创部总统 艾利特 这家拉丁公关公司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公关公司 就是Juno和纳吉普控制的 他们控制了马来西亚 骗了几百亿美元 还不上 他和这盗国贼们一起 想把郭文贵的资产 许诺给这些国家 给你们 你免掉我欠你们的钱 你把郭文贵弄到你国家去 让他给我 所以说 朋友们你们不知道 这有多邪恶 马来西亚的一个腐败政府 偷取了马来西亚的几百亿美元的钱 他的这个干儿子 这叫Juno 1MD 美国政府要全世界通知他 中国政府在保护他 在上海 天天做新郎 夜夜换新娘 香港政府 帮他藏着钱 洗着钱 还经常有官员 司法官员 我说你名字 吓死你们 竟然去让Juno 给教练明星去上海上去 专辑 邪恶的三角 邪恶的国家 美国政府 全世界都盯着你们的 所以我说到香港这事 咱早的呢 香港的政府的黑暗 欺骗了老百姓 香港的政府不是讲证据吗 咱拿证据说话 竟然在头两天有议员发起 在香港的议会 说郭文贵事件 有议员那些建制派 建制派就是卖国派 卖港派 都该扔到大海里边淹死你们去 你们干的窝啥的事儿到东莞都嫖 东莞那上百万个小姐 那些十三四岁孩子的处女 都叫你们这些香港建制派给玩了 老天会灭你们的 然后呢被人抓一个小把柄 然后让你们干啥 瞪着眼儿就卖港 卖港 卖祖宗 卖自己的良心 老天爷会看着你们的 说郭文贵是个通缉犯 我们拼啥信他 啥时候证明郭文贵通缉犯了 我有大陆护照吗 那叫Red Note 那叫红色通告 不叫红色通缉好不好 香港的议会竟然能说出 这样没有水平 没有专业的话出来 然后欺骗香港 我们不用理 香港七百万人被你们给强奸了 你们还得说爱你们 还得相信你们 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咱走着看 文贵的第二季里面 第一季就是香港政府 香港的警察 香港的司法 香港的议会 你们是如何被人家绑架的 我也在此呼吁 任何一个人 提供香港的建制派议员 嫖娼录像 超过一百万的这个缩辉证据 郭文贵啊 你提我一百万 我给你一百万 一个性交的这种录像 本人给你五百万 我再次郑重地说清楚啊 香港任何人 只要能拿出来一个建制派的议员 到大陆动漫嫖娼录像 五百万 五百万啊 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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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 任何地方 咱走着看 所有建制派那天在会上 说郭文贵这话的人 我一定跟你算老仗 你们在搞那黑社会 我在这不说 你去问问向花强先生 张篮女士 当年这个刘家昌 这个摆黑社会台子 让他们两口子 把人家给骗去 给我摆台子 后来几百个弟兄啊 还到了丽京去唱歌 我说你黑社会 为什么想杀我呀 你要杀我 你请我吃饭吗 你杀了 你把人下了谁呢 我就去了仨人 仨人都带冲锋江 你敢弄得试试 别吓唬我这个 我郭文贵在中国大陆 就是被你下一个黑社会 傅政华就 就把我献上黑社会 我可不怕你们这一套 你砍谁就行 看看他谁砍过谁了 在香港的地方 你们这些建制派 这种卖港 卖港 这个卖港求荣 欺骗港人 这个包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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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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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陆黑警察到这儿 搞香港执法黑屋 香港就一个英雄 黎智英 很多有良知的人都被钱买了 黑了心了 你不要忘了 郭文贵的今天 就是香港所有富豪的明天 你们的子子孙孙 以后到大陆去 都会被强奸 或者被强奸别人 一定是这样子的 建制派你们走的看吧你们 我再次重申 提供任何一个建制派议员 和香港警察 香港官员的 嫖娼视频的五百万 只要提供一个腐败的信息账号真实的 你给他一百万我给你一百万 你给他一个亿我给你一个亿 我再次庄严地承诺 香港 香港 未来 第二季的第一季 就爆香港 今天大陆的官员 我向某些领导 我的老人承诺 不爆料 我不爆 但是时间快到了 时间到了 当然爆 文贵的爆料已经引起这样 我要珍惜这个荣誉 不爆假料 为自己说话负责任 千万推友别再跟我说 在推特上说 赶快爆 你们不要影响文贵 文贵什么时候爆料 我一开始第一集都说了 我要对着几个人 我是多长时间 不会改变 这就是文贵 今天呢我这直播视频就到这儿 刚才 这个我太太从来不看我的视频 不看节目 所以说我挺开心的 我可以胡说八道 这个 但是呢说有人给她发信息说 你讲时间太长 今天今天就讲二十分钟吧 三十分钟 等吃饭呢 我不听她 为什么 文贵讲的每句话 爱听的人都会有用 未来你就懂 不爱听的人对不起 那是你的损失 那是你的失败 咱未来 我还说三年嘛 到时候 我希望我会 搞无数个节目 让这些节目听见 到底文贵讲多长是对的 如果你连在面对你生命和 最关键的事情都没有时间 你就不需要拥有时间了 那你就不需要拥有生命 用文贵的事情 将延长你的生命 提高你生命的质量 让你活得更加有罪严 更加安全 文贵是用生命 争分多秒才给你们 传达我所掌握的信息 给你们使用正能量 如果连这个你们都不接受 那你接受什么去 都像大陆的福政华 那些中南海的官员们 去看那些黄色录像的吗 所有的香港同胞们 你们还有澳门的同胞们 都 只要逮着香港官员 去嫖娼录像赌博的 还有行贵的 把证据给我 文贵会买 现在买我来得及付钱 你太多了我付不起钱了 大家赶快行动吧 让这些家伙 一定要让香港真正的实现 一国两制的基本法 香港最后就俩即时 第一 香港必须不允许 任何大陆来的司法就来执法 否则香港任何人没有安全 铜锣湾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大家不要再贴定 第二 香港的核心就是香港人民的国际化 香港不国际化 香港就会被这些盗国贼们盗国化 你们就死无上身子力 这是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赋予的权力 我们应该证据 香港人越这么做你越爱国 你们应该打入口号 爱国就要维护基本法 爱国就要反贪 反威胁 反以黑制港 反以贪制港 文贵一定会跟你站在一起 黎智英先生我非常尊敬他 你看看这样的人 香港要签了黎智英是什么样子 不会像那些什么大富豪们 把儿女都送到大陆做生意 跟每个人都腐败 敢说话吗 香港富豪有几个点说话的 十年前都制定政策了 就是把你们给腐败化 把你们家里给利益化 让你闭嘴 你闭嘴 失去的不是尊严和自由 未来 你将全家的未来 什么都没有 这叫什么恐怖 这叫什么 这是真真正正的 叫做生命控制 国家政治学 和政治学里面 最核心的话 达到精神肉体的控制 就是掌握到你 所有的缺点 还有你的利益给予 现在已经跟香港做到了 香港如果不开始做 香港就成为人类上 最可难的地方 香港的空调 将不再运转 香港的大楼 将残楼破碗 香港的建制派这把人 都跑到大楼东莞去了 都去养二奶三奶去了 香港将成为空港 臭港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我在此呢 就不说多了 怕大家 很多人反对了 胖边很吃饭 这个文贵非常好 文贵做好了一切最后的准备 我只有这样才配得起你们关心 配得起你们关心 文贵被吓得 这一块哆嗦 现在大胖头发都白了 我配吗 我不配 我让你们微不失望的 我让你们 叫你们值得你们信来的 那就是爆料 达到目的 改变 让我们孩子们 未来有尊严 有安全感 然后 文贵绝对 站的是英雄 躺在地上 也会是英雄 行了 到此为止 衷心的 再次的感谢 所有的村友们 我不能一一说了 所有的村友们 让这个学生的过去十年招生 尽快地做 咱希望下一个人尽快的 咱们 我会今天给你们通电话 然后呢 这个感谢所有 最有的支持和帮助 希望杨坚力先生 尽快地把这个改美节做好 希望推有 全力地 呼吁人多上我的推特 然后 订阅我的YouTube 然后 在国内传播所有的 关系细 把我们的力量 再团结在一起 同时 一定上白宫网站 去签名呼吁 一定上白宫签名呼吁 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大家